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夜里的小精灵在草丛间飞舞着 小朋友们总是喜欢桌上几只萤火虫装在瓶子里 回家摆在床边会是一夜好梦 可见萤火虫是多么令人喜爱的动物呀 你想看到更多的萤火虫吗 快跟小编一起去新西兰瞧一瞧吧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国 那里自然环境优越 是全球公认的最好的旅游圣地 在这里有一个美不胜疏的人间仙境 怀托魔萤火虫洞 这个洞形成于三千多万年前 那时由于板块的运动 使整个怀托魔地区被淹没在水下 因此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就成为了神秘的地下世界 顺着所到来到底下65米的地方 你会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惊 地下的石灰岩层构成了溶洞系统 各种各样的中乳石和石笋 装饰在溶洞上面 坐着小船向前推进 头顶似乎有条浅绿色的光之盒在流动 绿色的光犹如漫天繁星 密集处层层叠叠 稀疏处微光点点 这些就是人们心心念念的小精灵了 但是它们和普通的萤火虫不同 它们遇到光线和声音就无法生存 因此近来参观的游客们 都是不允许拍照和大声说话的 对于这样美丽的地方 明星们都被吸引过来了 乌气龙和刘诗诗的婚纱照 就是选择在这里拍摄的呢 对于这样美丽的地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点击视频